吴尼朗 吴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您关心在凯米台风的狂风暴雨之下 不少从山壁飞落的大小石块狠狠的重击在崇德村第六公墓的坟墓头上 那么秀林乡长王玫瑰邀请花莲县的政府农业处 以及中央相关单位官员前往苏花公路的崇德段第六公墓进行勘灾 他们发现坟墓室毁损得相当严重 现场是一片狼藉 而当地的居民希望政府能够加强抢修以及防灾的措施 以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由于4月3号的大地震以及7月24号的开密台风带来惊人雨量 苏花公路的破损问题更加严重 从得到河南断的土石油和落石探房问题严重 期待影响到交通安全以及沿途的居民的生活 讯问下当王玫瑰邀请花莲县政府农发处 以及中央单位前往苏花公路 从得到的第六公墓进行会刊 发现坟墓拓损严重 现场一片狼藉 当地居民希望政府能够加强抢修以及防灾措施 以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这里本来就有一点就是浅势溪流的一个状况 那没有想到在凯米台风之后 原本的翼林受到地震的威胁之后 它其实牵动了整个一到六林所有的整个山头 那其实非常多的土石油 其实都一直在做在山坡上面 潜藏在整个树林里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危机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希望在这里的木鸡能够取决 那我们也会协助我们的部落的居民 能够配合我们的取决方案 我们会去给予协助 那我们希望是说不愿意让我们的木鸡受土石油的侵蚀 到时候我们连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都找不到 我想这个我们的我们的主人一定会非常的担心 秀伦湘从村长里惠林彪老师 看来祖先坟墓被落实厌埋 村民是心疼不已 第一个就是可能会迁移 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它之后做那个 做那个疏通的 南沙坝 之后就是这个 因为应该这边就不是那个 因为还好是我们那个殡葬坑这边 近期也在做那个拉骨墙的规划 所以有可能殡葬坑这边处理是 是说先取决对不对 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地方先取决 去祭拜给他们比较那个 你看你自己看嘛 他们现在住的地方 是不是很那个有的被尸头压嘛 台湾台湾以及地震的严重影响 让苏华公路以及崇德村第六公墓遭受到重创 政府和军民必须共同努力 强化防災的措施 以减少未来类似的情况发生 确保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得中意休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